任性亞洲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今明兩天在靖南大學舉行 包含柬埔寨 泰國在內 由十三個國家超過百位獎者 來分享經濟 文化和環境 等各領域的案例 看他們是如何運用創新 來解決人類的生存困境 馬戲表演 還有輕柔的舞蹈 柬埔寨的法爾藝術學院 運用藝術撫平赤檢戰爭後 無數難民兒童的心靈 他們還融合社會企業的概念 對外巡演 營收能負擔組織百分之六十的開銷 泰國的惠宜康村 則有一群婦女推廣綠色旅遊產業 在森林裡採集染色材料 成立支部於染色工作坊 自己自足與生態共存的商業模式 也吸引年輕人加入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連續兩天 在南投基南大學舉辦任性亞洲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邀請十三國超過一百名獎者 分享經濟 社會文化 環境等三大面向的經驗 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覺醒的反省的過程裡面 來團結亞太地區的社會創新的工作者 一起來努力來面對這樣的人類的生存的困境 主辦方表示 面對人類生存困境 並且在呼應永續發展目標的前提下 集結亞太地區國內外案例 分享如何透過創新解決問題 營造改變 創造社會價值 記者 姚蜜蜂 彭煥群 南投報導